美日韩领袖现在在华府近郊的大卫营举行历史性的峰会 而会后的记者会上头呢 三国领袖就宣布开展新合作时代将会进行三方热线 每一年举行军事演习还有共享情报 美国总统拜登也强调这一次的峰会跟中国大陆无关 不过他也提及三国是支持国际法航行自由跟和平解决南海的争端 另外有提到的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好另外要来看到在英国居然有一名这样子33岁的女护士 被控谋杀7名新生儿 而且还试图谋杀另外10名婴儿未遂 陪审团现在认定说她是有罪的具体求刑将在21号宣判 好当初她落网的画面也曝光了 她表情相当的单定 而这个事发当下是在2015年到2016年 英国有一间医院的婴儿死亡人数是异常的高 所以现在受到警方的关注也进一步踢爆 原来是真一名冷血护士吓得毒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